歡迎所有好朋友來到台股獲利一任一門 現場為您邀請到永存國際投庫林建宏分析師 歡迎建宏老師 明明好 全國的投資朋友 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 大家好 今天超級開心的對不對 嗨起來 嗨起來 建宏老師真的是大預言家 各位記不記得 從去年10月31日 當時台股破萬六 嚇死各位寶寶的時候 唯獨建宏老師提出了 下沙取量說 如今呢 到現在台股被老師驗證六千多點之外 老師給台股四個字 2024年呢 就是欲小不易 所以重點啊 今天台股又再創高了 一點都不意外 但今天呢 兩萬二佔好佔滿耶 不過重點是什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 在去四月底的時候 老師有預告 聯發科那時候 千元以下的好買點啊 老師 他今天創高 我們剛剛錄節目前 他創高一千四耶 是咩 這一波獲利四成喔 你們看看 跟著建宏老師用對方法 連大牛都會跳舞耶 完全不意外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的提維希 昨天在錄影的當下 又在頂前高 70.6 結果我們錄影完之後呢 老師他又再創高 到71了 這一波獲利 登登登登登 但重點就是老師有說 創高大漲後 他一定會慣性押回 果真今天呢 他一樣持續這個盤建的狀態 不過不過 記不記得 我們的性警 看那個績笑真的都數不完 我們的性警啊 大家記不記得 老師昨天才在說 他高姿態整理 今天他果然 蓄勢在發 又在噴一波耶 對 所以我就說 你不是只是一個大語言家 你是個會帶 會員朋友們 賺大錢的大語言家 歡迎建宏老師 好 謝謝你 沒有錯 金融就是一個死打死的人 數不完 基本上的話 我說 有做 這麼大聲 是啊 我說騙得了一時 騙不了一時 基本上我是最真性情的 會員怎麼操作 當然 繳費的跟不繳費的 必然有落差 不管怎麼對得起 付費支持我的朋友 但是 所操作的每一檔股票 有憑有據 包含會員的抗訊 跟後續公開之後的 一個陸續的驗證 再次的創高 這就是你最好的見證 沒錯 你就是我最好的背書者 OK 開始 今天台股 從去年開始 我說10月31號的下沙取樣說 那個就不說了 因為講了很多 大家都了解了 一波上來 今天台股是再創新高 我們都是盤中錄影的 現在錄影的時間是 中午的12點27 都還沒收盤 對 今天台股大盤 以現在來講 再漲了224點 是不是再創高 今天指數來到了 22440點 然後我們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下沙取樣說 10月31號的那一波 歷史新高 對不對 當我今年年初Q1的時候 一月份中旬 在所謂的台積法說 我已經在預告 當下不到600塊 這樣一波上來 10大40給你超過5成的獲利 也不僅如此 重要的 就如同我的測標 我說你用對方法 黃金進場點的財務 沒錯 對不對 全職第三大的 什麼 2454連發科 親愛的朋友 今天連發科 是不是再一次的 也一樣 創下了歷史新高 1400塊錢 那大家還記不記得 為什麼 ATJJ1788重要 加起來 為什麼 你跟金融來操作股票 會賺大錢 沒什麼了不起 只是我每天所說的 我就是不追價追高 但是我只要掌握四大長多 用對方法 黃金進場點 每一檔股票 實打實的獲利 真金白銀啊 對不對 我相信你Follow我一段時間的 沿路Follow ATJJ1788的 那我說高科技時代一樣 現在可以回溯回溯 YT每天都有 不論我在哪個平台 ICRT也好 或是後續到東升 只要你回溯四月底的節目 當下四月底的時候 我再分享 當下大家說 哇怎麼辦啊 大盤這樣子 你也這樣震 股票那麼難做 怎麼操作 對 現在要怎麼選股 我只跟大家講幾個字 又是一個keyword 我說 選那個率先整理完畢的 我當下點了聯發科 四月底的那一波 是不是率先整理完畢 千元以下 千元以下的買點 好神啊 是再次呼吸一出 然後你今天再創高 歷史新高 盤中到1400塊錢 對 這一波上來 我說用對方法 大牛都會跳舞啊 是不是超過四成啊 那換言之回來看啊 只要你不追加追高啊 你不追加追高啊 四月底這千元以下買點 是不是又是一次 我說多頭型態的個股 13比13高 又是這一波 在前波創高 壓回整理之後 對 的底部起漲點啊 是再次幫大家掌握了 沒錯 千元以下的聯發科啊 感謝有你 扎扎實實啊 1400塊啊 到現在我們盤中錄影 12點半整 漲了快7% 1390塊啊 天啊 親愛的朋友啊 全職第三大耶 他是聯發科耶 他是聯發科耶 你以為是小標股喔 他是聯發科耶 所以在跟你講是聯發科 台面上的分析師 會有人跟你講聯發科嗎 然後標的跟中小型股票一樣 一波上來 四月底到現在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給你40% 給你40% 這用對方法超重要 是不是 很多很忙 大資金的朋友 事業很成功 他可能平常 沒有時間去關注自己的股票 他需要一個就是穩定獲利的一個操盤者 那金鴻是不是最佳的一個首選 對不對 你要有一個思維啊 我就以大資金的思維 包含外資跟法人的思維 他不是在跟你比說明天會不會漲停 比如說你老是帶你去說 哇今天漲停明天賭會不會續牆 賭博的感覺 每天在跟你數圈圈數漲停 不是 他們要的不是這個東西 他們要的不是這個東西啊 大資金的人 包含外資法人的做法 因為他的size夠大 size夠大 一樣就是分母的概念 我舉一個例子 就一億就好了 一億真的沒什麼 一億就是法人部位 或是一些資金大的部位 從實戶啊 真的沒有什麼 一億的一個投入的資金 如果在一季當中三個月 可以創造到25%至三成的獲利 很棒棒 這個就是一個top 頂級操盤手的一個績效 就如同年八顆 假設你是忙不過來的大老闆 或大資金 甚至投信法人 他要的就是這兩成三成 一億的部位兩成三成是多少 兩千萬三千萬 夠不夠 他要的是延續性能夠follow的一個穩定活力 跟一般東追西追 然後當沖隔日沖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沒錯 所以這個是建宏可以給你的 這一波我們再一次的驗證黃金金融點的重要性 四月底 連續講了好幾天 點名 先整理過連發科 對 是不是再一次的 在這一波起漲前最佳的買點 沒錯 也就是我的黃金金融點 對啊 到今天創歷史新高 四成喔 一千四 大牛會跳舞 40% 意外嗎 嚇死不不 不意外嗎 就是要用對方法 沒錯 我一再的講一再的講 這麼大隻的烏鴉 天天講 甚至搞不好還有人 都會說那個有的沒有的 不是說那個有的沒有的 是把20年的經驗堆疊 實戰的經驗 分享給你 避免你去走冤枉無辱 我說錢多錢少 你應該很認同 都是辛苦錢 都是辛苦錢 你來股票市場 不是在身體健康的 也不是在賭博 來股市就是投資 就是穩定的獲利 你就是要賺錢 沒錯 以上這些言論 我相信應該沒有一個人不認同吧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最好的見證 也是老師可以給大家的 那不僅如此啊 對不對 我說我也講了兩年了 去年2022年那時候 哇 連主會連妹生喜啊 股災啊 全球崩盤啊 到10月底台股在落底 足底在測試底部支撐當下 我就說啊 我就說啊 未來五至十年的長多 哪四個 電動車 軍工 AI 還有村重店 那我相信 沿路follow林建宏的 認識林建宏的 知道林建宏 林建宏真的不準的 這四個族群 我創造出什麼樣的奇蹟個股 翻倍數倍翻的 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那我所要強調的 五至十年我講了兩年了 那航班當簡單的數學 大家扣一扣的話 少數還有個三至八年吧 對啊 它依舊還是會 是盤中的焦點跟主流 也是主流 我相信最近也再次驗證 包含今天ING也持續在驗證著 對不對 除了聯發課以外啊 是不是 包含 提維希 提維希 我說可以買得滴滴的 你為什麼要去追高 我說我都給你真槍實彈的實打實 有哪個分析師敢給你看真實的操作 會員的對話 甚至沿路公開驗證 甚至連疊的時候我都還跟你講 對不對 唯獨你了啦 你要有個正確的觀念 我一直在導正一些正確的觀念 除了物追加追高以外 要一個信念 股票市場是投資 買股票是在買它的未來性 進行看好的股票一定有它的利基 就如同這一檔的提維希 你可以買得滴滴的 跟著我一起來 4月23號48塊的進場點 是不是本波的黃金進場點 跟2454聯發課一樣啊 那我買它 我就是在買它的未來 它不就是我的四大長多嗎 電動車車用裡面的AM 所謂aftermarket嗎 你買進去之後當下48塊 我是不是給你抖大的篇幅 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我清清楚楚的告訴你 為什麼我看好它 4月23號上午11點01分 對時對價對股號 我不打妄言 我一再強調 對不對 那當昨天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說頂頂頂頂頂頂啊 那提維希我們在講70.5啊 我說又在頂 我說頂頂頂 就是要頂前面有沒有 結果我們錄完影之後 尾盤1點半收盤前十幾 昨天是就過前高 70.6收到71 那大家一定覺得說 哇 建勇老師你真的好準啊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今天 今天提維希怎麼 欸 跌了3%多 親愛的 但又被你驗著 啊不是又有路透過所說的 而且我還不是事後諸葛欸 我是天天當那一隻190公分的烏鴉 每天講欸 每天每天的講欸 這不就又犯了我 也驗證了我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看法 對 什麼 我天天都在講 我說大盤個股大漲創高後 會有什麼 慣性壓迴 結果是不是 啊昨天呢 昨天他創高嘛 到71 親愛的寶寶 啊今天咧 嗯 啊型態上呢 我會說可以買的滴滴的 上去都是你的 大家都喜歡說 啊坐在轎上坐在轎上 我就是在驗證給你看 證明給你看 什麼叫被坐在轎上被躺的一個快感 你可以買在48塊 沿路在主演還在創高 又是一檔絲拉絲的五成啊 又是一檔絲拉絲的五成啊 啊相較過程當中大盤怎麼震盪 啊每天都溜蓮發磕 這垃圾好無聊 喔我在問你 我的會員有成 有在無聊過的嗎 每天都在開心 你買的夠低上去都是你的啊 是啊 你管他怎麼震 我說買的夠低套不到你啊 買的夠低上去都是你家的啊 欸那坐在轎上被抬真的很爽耶 一檔4月23進場的 48塊 到昨天7-1 7-1創高之後 我說你不要犯了我的大計追加最高 因為我一直在驗證 我說創高大漲後一定會有押回修正 啊你昨天去追的耶 啊今天不是又立馬套 為什麼要這樣子好辛苦耶 東追西套又看左聽 你塗什麼 塗什麼 對不對 那你這樣扎實實一波上來50% 100萬就是50萬 花你不到2萬 2天 2個月的時間啊 啊會費又算什麼 真的 會費又算什麼 會費真的那麼貴嗎 我敢講 我的會費覺得比你東追西套來的便宜得多啦 而且你又浪費了該賺沒賺到的時間成本 可是真的就是一個思考 有這些思考 我不是去戳 我只是一直在分享正確的觀念 我也不會去勉強你 因為青菜蘿蔔各起所需 每個人每個養成 成長環境不同 思維邏輯不同 我不會去強迫性的去改變你 但是我就是驗證給你看 每一天脫光給大家 我相信驗證的到的 對 對的方法 你得到的真諦 都來得起 只看你願不願意 對不對 這種東西沒有辦法去勉強的 對 我說這種盤 你是我的會員天天開心啊 馬照跑舞照跳 我管他大盤怎麼賺 那花一點點小錢 又如何 對不對 很多是邏輯上的東西 邏輯上的東西 所以我說千金可以買在早知道 就用連八顆一樣千元以下的 四月底的那個買點 到今天一千四啊 對 大牛跳舞啊 四成 四成喔 八人提回西村創高 我說創高的時候 慣性會壓回啊 你為什麼要去追他昨天 對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啊我們就天天在講 更何況我問你為什麼 你還覺得說 嗯 答不出來當下 代表你有在看我節目嗎 啊我天天在講 你還在那邊做一樣的事情 啊不就很奇怪 嗯 所以我說千金真的可以買的早知道 無論是連八顆 無論是提回西啊 不是個四成就是個五成 那為何要追高 為何要追加 沒錯 然後去犯了我的大忌 對不對 追加追高 這個就是一再的一直發生 一直在驗證啊 那包含這個啊 所以我們還在講提回西 我們在頂頂頂頂頂頂頂 那收盤的時候拉71塊 那昨天盤中 它疊的時候 嗯 我有像你的老師 疊了就不見了嘛 我們還是有提到他 我還不是持續交代 對 你說他適事待發 我說昨天相 我昨天是說相對弱 是 有 疊2%多少我昨天講什麼 什麼都可以回溯喔 還可以回溯昨天而已啊 相對弱勢 但一樣蓄勢待發當中 對不對 隨時蓄勢待發 嗯哼 啊今天咧 啊昨天提回西創高之後 我說創高大長之後 慣性壓迴 嗯 今天不就有性情結棒嗎 下書寶吧 不是這樣嘛 我們買到哪裡 嗯 啊一步起來這樣 樓下可以讓你彈 每天讓你看吃的東西 每天讓你看看 是不是 那是 79.5欸我們好強喔 我不知道講些什麼 對啊我不知道要講些什麼 對或許 數字會說話 沒有或許去追比較刺激啦 對有人可能就是真的是來買刺激的 這個如果是這樣子的 心態上的話 那我也無話可說 這個講基本上也不是建宏的族類啦 我講實在的 這種事情我不幹 我來股票市場 就是獲利 而且撈一波大的 我就是要撈大的 嗯哼 我就是帶著我會員撈大的 是 就是這是我的信念 就是不追價追高 就是掌握我黃金經常點 那今天的一個所謂的 性警 嗯 如同我昨天預告的 我說會接棒 啊果真接棒啦 啊不僅如此啊 是包含 3376 哇 新日新年 欸老師 一樣都做軸承的 人家掌停你的性警 才掌這個3%多 比人家弱 兩個 思考方向 丟給你去參考 去反向思考 我很喜歡 八點連 八點所有周遭的同事喔 我很鼓勵大家喔 逆思維思考 你只要學會逆思維思考 有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個 性警我們買在什麼地方 79.5喔 這一波上來120 到今天再一次的頂如預告的 夯不當當上來五成 五成了啦 五成了啦 講實在的我也夠了 只是看我什麼時候 爽什麼時候 獲利出場而已啦 就是講得 講得夠粗魯的就是如此啊 再者 當初我說 你參加我的會員的好處 有什麼好處 喔今天 新日新大漲漲停啊 對啊為什麼 我相信喜歡看八方雜誌 媒體做股票的朋友 一定有看到這個新聞啊 哇 折疊機贏大年啊 新日新霜紅沾光啊 蘋果相關蘋果光啊 我粉嫩粉嫩的 啊行思是 哇 新日新啊 哇 成為 未來蘋果折疊機的供應鏈 就給你直接拉漲停 股價來到多少 哇 269.5 269.5 是又創高 但是你記不記得 我說你是我的會員 性警我先給你五成賺起來放 而且當下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上禮拜的時候還要說 欸我會員的話 我會有相關的 看好他的影音 各國的影音 沒錯 在前幾集的一個 上禮拜的一個節目當中 我相信有看到了應該知道 我大篇幅的分享 我做這個超級比一比啊 是不是這樣說 嗯 對不對 當初我為什麼說 性警太委屈 包含到今天的股價 都還是委屈的耶 而且我覺得我有點高估 什麼樣的高估 我那時候說三雄啊 照例新日星啊 當初前一部的高點啊 照例來到300塊 新日星236 現在創高了 喔 我說哇 這個本益比下的 下的有夠驚人的 一個38倍 一個47倍啊 而當初的話 2023年EPS 還沒出來的時候 我在預估抓 照例大概8塊 新日星大概5塊 照例差不多 後來出來 2023大概8.63 我的記憶蠻好的 我是過目不忘的人 然後 新日星5塊錢 我高估他了 他去年才4.3塊錢 所以往下修正 應該是往上修正啊 他本益比可能高大50倍啊 今天再創高咧 那如果 以性警 當初我說買進的話 三個軸城公司裡面 最老牌的5.12 我說他涵蓋什麼題材 商鞋槓 不論是所謂低軌衛星 X space供應鏈 包含現在AIPC 大家都想AIAI也是我的四大長多 AIPC 哇 市場上的 翹楚跟所謂的霸者 對 最大的軸城供應商就是性警 更何況我說 摺疊機 不是這兩三年才在講的 我說你有在逛中華電信 連牆門式的 神宋三四年前就有摺疊機的 跟魔術方塊一樣 蘋果還沒有 對蘋果還沒有 蘋果到現在也還沒有 它只有iPad的摺疊鍵盤 跟iPad相關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炒一個題材 所以我說今天大長的原因 看新聞去拉 那是更凸顯性警人太委屈 更何況它去年5.12 我說高估了新日星4.3塊 那今年第一季出來 性警多少 1.73塊錢 新日星1.68 性警還比新日星來得多 那預估今年性警先跟大家分享 我的蘇媽影音大概預估7.5塊是8塊錢 那你還原一下 我問一下大家 1582的性警 如果7塊8塊來算的話 那它的股價 現在本益比才16倍而已 是好便宜啊 那是親愛的寶寶 是因為一則新聞 連八字都沒有一撇 對不對 所謂的一個Apple的一個折裂手機 要到明年下半年開始 才會陸續出貨 才會陸續問世 4塊3啊 1.63第一季啊 一樣好 跟你跟你一樣性情一樣強好 跟你賺7塊8塊 本益比多少 多少 30幾倍 快40倍 相較之下 我請問一下 它的股價會不會太委屈 所以為什麼 蠻怪被你看好 當股價昨天在低的時候 我說我不像其他老師 不像你的老師啊 一日一主軸講什麼講什麼 跌了隔天就不見了 我跟陸戰隊一樣 永遠忠誠 因為我買的是它的未來 而且更何況 我已經驗證了50%上來啊 買的夠低你會在意嗎 更何況它現在的價位 真的太委屈 所以今天 昨天在講 今天不就立馬 接棒啊 接棒體會吸啊 沒錯啊 這就是操作邏輯 操作邏輯 花那麼多時間跟你講這個 就是在谷海當中 賺錢真的要有方法 要找對工具 黃金進場點 台股獲利另一門的一個宗旨 言行合一啊 不是只是這樣跟你在那邊畫 從第一集到一百集都有它 都是這樣子 股票每一檔就這樣子 都是這樣賺來的 就是這樣賺來的 對啊 我沒有在給你追高的啦 我從來沒有在給你追高的啦 我就是滴滴的來 因為我有正確的邏輯 我知道多頭形態股票就是一三比三高 沒錯 跟你老師的思維不一樣 天天飆漲停45度角 那是模一樣的東西 那見證下來 不要久就以過去這一個月啊 或是過去這兩個月 性景 其微息 還包含耀華的第一趟 每一檔 五成 黃金進場點都是五成的獲利 至少五成的獲利 啊你的股票呢 對不對 是 所以 在這個當下 在這個當下 我說用對方法 你看這樣的一個績效 無論是高利的翻倍 是啊 性景的持有今天又接棒 一發 之前的一次交易日短線的 快四成 也包含星星一百七十塊以下進場 第一波的耀華五十四趴 包含TVC 對不對 四八 昨天才在頂創高 千元以下連八 今天創歷史新高 四成 大年會跳五四成 這個就是黃金進場點的一個產物 哇賽 那用對方法 帶來這樣的知效 攤在陽光下 大家都看到了 那接下來 對的方法是可以複製的啊 是的 那又有什麼樣的股票可以鎖定 好期待喔 我們下段節目回來 究竟有哪幾檔 我被老師鎖定 全新它處於黃金進場點 買的滴滴的 這樣的個股跟標的呢 我們下一段回來 各位先加LINE 小老鼠JJ1788 小老鼠JJ1788 對外觀的影片 記得留下您的聯絡方式喔 小老鼠JJ1788 各位啊我真的覺得 理財這件事情呢 就是你在認真工作的時候 你的錢也在幫你錢滾錢 理財就是這麼簡單 跟著建宏老師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我們的耀華 五成的獲利 性景也是五成 提威星也是五成 只要跟著建宏老師 用對方法掌握黃金進場點 賺錢真的輕輕鬆鬆 所以我就說建宏老師 你真的是帶著會員朋友賺大錢的 大預言家耶 你就去忙你自己的 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忙 那這種專業的 錢滾錢的 想要在市場裡面 賺另外一桶金 你就跟著建宏來 讓建宏幫你服務 安心耶 讓我幫你操作 你有我的指令 你就跟著動作 你絕對是買的安心啊 後續賺的更開心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啊 一間二顧一間二顧 我常喜歡說這樣子的話 是最棒的選擇 是 老師 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我相信大家只要知道說 只要跟著你的四大長多的方向 其實這個主流 依舊就是現在大盤的 這樣的重型對不對 當然 當然 因為這個我已經講了兩年了 我說啊 東扣西減少說三至八年 對耶 絕對還是一個趨勢方向 對不對 電動車 包含車用 車用的涵蓋放很多 也包含AM Aftermarket 我們過去 包含這一波的所謂體位系 跟過去創造七成的一個東洋 都是一樣這樣來的 也包含除人重電 我可以很囂張的講 過去一段時間 滑成的二十倍翻 二十倍翻 過程所有的一個除人重電 一棒接一棒 上上 我說第二 有誰敢說第一的 創造多少個股 除人重電 不是翻倍 就是翻數倍 真的 對不對 也包含AI 軍工 持續都是延燒 所以 方向無物 四大族群常多 嗯 我給你了 它後續走個三五年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是啊 那族群給你的個股 我說用對的方法去操作 這是劍虹的強項 沒錯 你就安心的跟著我來 我出什麼菜 你就跟著我一起來 啊 你就是不要犯了我的追價 追高的打擊 不要每次等我掀牌 好強好強 我去追 我現在ACRT已經變成太多了 就等我 我就確保 會員三成獲利 我在做接牌 你往往等我接牌 然後你才去追 那變相不是等同於買貴我會員三成嗎 啊後續有風吹草動呢 會員有條件啊 因為他30%在那邊 已經存在那邊了 他管你怎麼震 套不到他啦 是 但是30%之後 或者有些公開之後 你再去追跪30%的話 你會搖搖晃晃的 你會搖晃晃的 為什麼要這樣乘風破浪 所以族群四大方向給你 個股我們就掌握這個黃金進場點 一三比三高 這驗證太多了 那我說出人重點第一人 我可以囂張的說 我是一個實打實人 而且是一個真實在全數所有事情的人 當我過去的時候 霸人來到東盛的時候 這陣子我跟妳講說 我去年有個十倍翻到華城 當我去年 在三立 1月6號的時候 在講台電強任電網 5600億相關的 我不跟你囉嗦 我說對你產業夠了解的 我就給你中信電跟華城 當下中信線70塊 華城52塊 中信線之前有到220幾塊對不對 對 翻了三倍 華城之間有快到四位數千元對不對 翻了20倍 嚇死了 那但是我說我不貪心啊 為什麼我去年有一個十倍翻到華城 從1月6號 我說相見恨晚的沒有關係啊 去年招他死死的 從52塊到500多塊 十倍啊 是 十倍嘛 所以今年年初才有個飛龍在天的高麗啊 我說去年沒跟上的 給自己一個願景 我再給你一檔 翻倍 touch down了 那你從過程 10月23 1月6號 認識我太晚了 10月23 我說中信電率率先站上基線 後續他開始開趴點火 一棒接一棒 不就是這樣來嗎 沒錯 那從ICRT11月1號到今年的4月12 你看每一檔獲利不是翻倍 就是7成 7成 啊這不就是相關的出生重點 啊不就是相關的電動車概念嗎 沒錯 更不用講說近期的操作 嗯 有脫離我四大主軸嗎 每檔個股真實操作 是啊 不是個五成就是個翻倍 用對方法 那這行股票 你要不要跟 二叉叉叉 全新底部的 你要不要跟 而且他這一檔是 產品斜槓 通吃 老師的四大腸多 所以各位好朋友們 這一檔二叉叉叉 希望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老師再來抓這一檔 各位二叉叉叉 小老鼠JJ1788 先加LINE 對外框裡面記得留下 您的聯絡方式喔 今天謝謝建宏老師 今天再次強調 用對方法 掰掰 獲利引爆點 享受獲利滿點 現在就進入台股獲利任意門 直接掃描QR Code 加入Light粉絲團 以及訂閱林建宏分析師 YouTube個人影音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